希望在饭桌上俩人能更好的唠唠嗑 听大姐这么说 齐大哥说 自己不仅能把自己照顾好 还一直把老伴照顾得很周到 而且对老伴一向是和颜悦色的 显然齐大哥有些建议 于大姐提到的身高问题 但于大姐似乎根本没接收到这个信号 过了一会儿 齐大哥又唠叨了自己给后老伴取儿媳妇的事 你都给人家儿子说几个 这些信也真好事 太善良了 我还有个儿子 咱俩成了以后 我这个儿子有残疾 星期花长上那区域待几天 他现在上班了 但是那上班了 他是个残疾 上班有时候工作已经干不顺心了 他进行不干 其实大哥大姐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俩人唠起磕来总像是对不上瓶似的